正所谓别人恐惧我贪婪 那么这次巴菲特带起了抛售比亚迪的恐惧 你该不该贪婪呢 大家好我是James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热门话题 最近巴菲特在港股连续两次减持比亚迪 给我们发出了什么信号 要知道他已经持有这只股票14年了 这次破天荒的减持 对我们投资新能源汽车又意味着什么呢 谈减持之前 先说一说巴菲特持有比亚迪的历史好了 2008年巴菲特以每股8港元入股比亚迪 持股约为225M 从2008年至今共长期持有了14年 比亚迪也在这期间共有5次跌幅高过40% 但巴菲特都从容在场 比亚迪也不负守望 在今年6月份一度高达331港元 如果巴菲特当时卖出 初略计算 巴菲特会获得近40倍的回报 而7月时巴菲特把手头上所有的比亚迪 周转仓于花旗银行 大家就揣测 视为抛售做准备 众手周知 当大股东需要卖出股票时 他们才会把持仓金银行放入CCASS账户里头 因为这样才可以快速方便的抛售股票 所以当巴菲特上个星期二宣布剪持比亚迪时 我其实并不意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巴菲特共剪持了多少 巴菲特在今年2月至股东的信中表示 巴菲特公司Barkshire Hathaway 在比亚迪的持股约为225M 是第五大持仓股 持仓比喻为7.7% 也是H股总数的20.49% 而从上个礼拜减持至今 Barkshire Hathaway共减持了3.05M 比亚迪股票 相当于巴菲特持有的比亚迪 H股股份的1.4% 股份已从20%降至18.87% 比亚迪股价也从巴菲特转仓花期银行以来大跌了26% 而投资者不喜欢的就是不确定性 大家都懂巴菲特要买 但不知道它何时何地才卖完 那如果巴菲特继续大力抛售比亚迪 多少时间内它会卖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回看巴菲特2017年卖出中石油的案例 当年股城巴菲特拥有中石油约5年 卖出时获利大约8倍 是他成功投资中国公司的一个例子 他开始大力抛售中石油H股时 是在2007年7月至10月期间历时4个月 在11至15港元期间内卖完所有中石油 所以这次抛售比亚迪可能也会历时4个月 但中石油却在它卖出的数十天后 于11月1日创造出20港元的最高价 离巴菲特卖出价高出33% 之后就一路下跌至2元的价位 所以当年巴菲特也卖得太早 投资者也不要太执意去说 巴菲特现在变卖比亚迪 比亚迪就一定会跌至谷底 而我个人也觉得 比亚迪不会像中石油一样一蹶不齐 如今14年过去了 中石油现在价位在3至4港元期间 毕竟从基本面来看 比亚迪目前是站在新人员车的风口上 理由如下 首先比亚迪自主研发的刀片电池事占第二 其次在新人员车教授上 比亚迪上半年超越特斯拉 成全球第一 而且还在加速扩展海外市场 可以预见它销售快速增长 达到规模效应 盈利空间具有很大潜力 所以毋庸置疑 比亚迪是一间好公司 但是我不喜欢它这几个点 先说说毛利率 虽然比传统车企高 但还是蛮低的 最新一季只有13% 而经营利率有3% 相比之下 特斯拉的毛利率就有28% 而经营利率有14% 而且比亚迪主打的是中低端市场 它们会面临像小米企业一样的问题 从高端市场达到低端市场很容易 但是从低端市场达到高端市场却很难 加上比亚迪估值也很贵 适应率是106倍 相比于新能源其他车企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特斯拉 我觉得毛利率高 造车技术强 电池管理系统好 自动驾驶技术领先的特斯拉 才是新能源车投资者的首选 比亚迪充其量是布局新能源车的 第二或第三选择 在直白的说 新能源车占据投资组合的权重上 投资者应该先拥有足够的特斯拉 再去拥有较少仓位的比亚迪 不知道我们的看法相同吗 关于巴菲特减持比亚迪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是James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